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赶快献一下 我是东海大学医院物理系的 施奇艇老师 人称轻艇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许晶玲老师 人称Zell老师 我是昨天被老婆又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到现在还在烦恼的啾啾 这个有两性方面的困扰 我们上次才说 本频道要来扩大受众 其中一个流量密码 就是两性关系 没错 来啾啾讲一下 这两性关系处理得好 世界就和平 你知道吗 我太太昨天问我 我妈妈跟我同时掉进水里面 我要先救谁 天啊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这个问题应该已经都被问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古典中的古典 为什么在昨天这个时间点 你太太会丢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看日剧嘛 然后日剧就讲到一个警察 面对了一个两容问题 他不知道该先救谁啊 那我太太就问了这个问题啊 那他 我太太可能不知道 我被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千百次了 我都有 你看 你被问过千百次 而你太太不知道 难道这是从不同的 不同的女生问的 不同的 历界女朋友 你们不能这样子 这一集 你们是打算害我就是了 这一集被你太太听到你就惨了 不是 是讲说这一类的问题 都常常被问这种 两个你该选择哪一个的这个 刚才Joel老师要是不转的话 本频道就会从 这个两性关系频道 变成一个 可能会因为家庭杀 所以变得是社会档案的 玫瑰同龄 台北 台湾犯罪故事 你开什么玩笑 没有 我现在要讲真的是这样 然后这个我已经有一个标准答案了 就是 当然是先救我妈 什么 我太太已经不高兴了 我就说 因为我妈妈不会游泳 你会游泳啊 但是先救我妈妈 可是虽然事实上是这样 没错 应该还是会不高兴 不高兴啊 我太太马上又追问了 那我跟小孩两个 掉进水杯先救谁 你不要忘记哦 你儿子会游泳 天哪 你就说 我在岸边替你们加油 因为你们两个都游得比我好 我跳下去之后 就变成你们两个要来救我 施老师的太太 你听这句话 你应该回去叫他跪算盘了吧 我跟你讲 我的答案是 我左手右救一个 右手救一个 我超人的 这是太累了 像我家的问题就单纯多了 我家就只有天主鼠 所以你老婆有问过你 如果老婆跟天主鼠 一起掉进水里 你会救谁吗 其实这个当然不能叫问 其实基本上就是很礼貌的遵循我的意见 这个老婆跟天主鼠一起掉进去的话 那我到底要先救谁 那这个天主鼠这种动物 它其实到了紧急的时候 它是会游泳的 哈哈哈哈 你这个答案不跟我一样 你来这一套 所以呢 基本上如果天主鼠跟我老婆掉进去的话 那我就会说 这个我会用力的 这个 为天主鼠加油 然后呢 也帮老婆加油 那这时候你老婆没有讲说 可是你不会游泳啊 没有 游泳的你太太来救你啦 所以你太太来救你就是了 真是的 我们这样怎么做两星频道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 道德困境的难题 是啦 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人有什么毛病 是要破坏世界和平 老是想这种问题 正想坐着时光机回去掐死那个 一开始发明这个问题的人 这是为难这些男生干嘛呢 我就很少遇到男生去问女生说 那我掉进谁了你先救谁 下次你有问过你太太这个问题吗 我没问啦 当时你被问了 你下次就要先发赐人 在看到日剧的情节演到这种 你发现可能快要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抢先一步去问你老婆怎么样 这个我怎么突然间想起 我不知道哪边看到 一个名人曾经讲过了 不要用问题来回答我的 不是 我不是用问题回答问题 我是抢先在他问你之前 你先问他 如果你的意思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剧集 又是这种两难的时候 你就抢先问 如果是我掉到水里 你老公跟这个你妈妈掉进水里 或你儿子 我听你这样子讲 我突然想不起一部电影叫死密师任务 我觉得你这个夫妻两个 为什么要这样叠对叠啊 这么可怕 不过我跟你讲 身为老婆有这种特权 她一定先救儿子不救你 对 而且你还不能生气 对 她先救她老妈 你也不能生气 对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先救她 这家子 你再有天到里都不行 看起来这个先抢先问 这个也不能解决 不过至少可以破梗 不过好像也没用 她还是 把你料理掉之后 还是可以回头问你那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 这个真的要想出一个好答案 不知道科学家有没有好答案 你们这些两性传家 可是其实这个这种道德困境最有名就是那个电车难题 对啊 太有名了 所以很多电影都有 包括刚刚我们讲到 你看你是看韩剧还是看日剧 那你看电影里有比如说蜘蛛人 蝙蝠侠 其实里头都有夹带这种问题 对我们这个还拿到我们那个超级英雄的物理学里面 对啊 那个绿恶魔 蜘蛛人这个第一集的那个坏蛋 一边是抓着蜘蛛蜘蛛人的女朋友 对 一边是一台这个电车的车厢里面有好几十个人 同时把他放下去丢下去 我看你要救哪一个 对啊 你这个生意学的蛮像的 不过当然人家是super hero嘛 对 最后就是两个东西 两个都救到了 对 对错 然后那个讲蝙蝠侠那个例子是 一艘船上面有一个炸弹 然后就让那个一船的那个罪犯来决定要先炸哪里 救自己 这个坏人最喜欢玩这个 对啊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情有义还可以变坏人 然后就说选择把那个那个暗报的直接丢到 对啊 说你还要需要选吗 我跟你讲 我看这个蝙蝠侠就这里是让我追最不爽最不合理的 可是我跟你讲我们心里都希望是这样的结局 没有电影一定要这样 就是说即使是这些罪犯 他心里还是有一丝的善念 不过你看电影都在用 这就是Zero老师最喜欢讲的电影嘛 这个一定要有救赎对不对 这个坏人最后做出这个选择就让大家得到救赎 不过我要跟你讲的确是救赎 有这样子救法就赎了 我跟你讲 可是大家爱嘛 王道啊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太经典了 然后呢太有名了 所以电影才会用 然后刚才讲到电影都有解法 但是心理学家就很狠 就跟你讲说你不可以两个都救 抱歉你就只能逼死你就对了 这个当然有非常多这种哲学啊 什么文理学上的 有啊 我们再把这个问题重复一次好了 这个电车困境 好像都没有叙述它 两性关系也会问你啊 爱情跟面包哪一个重要 好像我只要选了爱情都不能吃面包 那我吃个米饭 对啊 我吃个米饭 汉堡不行哦 好啦好啦 所以呢电车问题是 如果有一台电车 它刚好要撞到那个 它开得很快 停不下来 对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选择要往左 没有 你讲太快了 太快了 停不下来 然后前方有一个什么铁路工人 站在那边工作 施工 对啊 你一眼看就要撞上它了 对 然后你看到旁边会有一条支线 你可以转弯过去 这个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小火车 有没有 现在的铁路大部分都做隔绝了 对 那在这个我们小学上学的路上 还可以看到那个东西 在地上有一个铁的这个拉杆 哎呦 然后它就是有两个位置 拉向左边或拉向右边 那那个东西其实就是配合那个铁轨 在那个地方有个分叉 这个铁路火车进来 它到底是要开进第一月台 还是开进第二月台 就利用那个来转轨 那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情境就是 你其实是一个路人 那你刚好站在那个转轨器的旁边 然后你眼看这个火车就要撞到前面 有五个 如果直进会撞到五个人 直走会撞到五个这个施工的人 那如果你让他转轨呢 转轨 那边人比较少只有一个人 那这时候你就要决定 你到底要假装没看到 让这个火车直撞过去 那就是有五个人要死掉 那你可以把这个转轨器转到另一边 可以让他就只撞死一个人 那你选择要不要去转他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在我们大学里头 现在在流行在教这个伦理课程 然后我们有一门课叫科学伦理 这个是班上一定要按按键回答 只给你两个选 你不要在那边想要偷懒 说我两个都救没这回事 我一定要选 我一直觉得这什么鬼问题 你有空去拉这个拉环 你不会叫两边的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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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叫他们走不就好了吗 闪开 就跟你讲嘛 没有这个选项 所以我就说嘛 这个选项就故意折磨人 是要故意折磨人 他其实就要让你想想 我们人类做这些选择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的道德依据 你的伦理依据是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我是蝙蝠侠 这种道德高尚的 我选择让火车自己出轨 火车上面坐了一百个人 天啊 又来了 他就是要逼死你 我跟他基本上 我想我大概会 往那一个人就开过去 没有 一般的选择会说 如果你看中的是 人命的多少 就是一个选择的基准 那你一定想说 我牺牲一个人 就五个人 可是如果你就这个观点 来看所有的道德问题的话 就很尴尬 比如说医生 OK 他面对伤患 有人是心脏有问题 有人是肺脏有问题 有人是肝脏有问题 每个人上面都需要医治 然后不然他们就要挂掉 结果呢 门口走进来一个健康的人 你想说哇 我把这个健康的人拆解 去救那五个得决赦的人 就是符合刚才的这种逻辑不是吗 你牺牲一个人救五个 可是你不会做这个事情啊 那可是这跟你刚才电车 你牺牲一个救五个 不是类似的道德基础吗 就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的话 那个人是完全不会有事的 在一个人的那一边 对 那你有什么权利去杀死这个人 去救那五个人 所以杀一救五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干脆利落的 道德逻辑嘛 就是说我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 可是你回到我们刚才医院的情境 我杀一个健康的人 拿了器官去救五个得决赦的人 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不合理啊 可是你看看对照刚才的电车 你也是很类似的 你牺牲一个人救五个人 不过这个先不要讲到 医院那个器官移植那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是 带入那个情境 你本人真的就是要去拉那个杆子 你要拉或不拉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 九九老师会质疑 心理学校逼我们做这个学的干嘛 其实它是本质上 跟于你决定这件事情的技术 基本上我觉得刚刚 那个医生的那一件事情 我觉得不太一样 我觉得一个是有选择 一个是没得选择 因为你刚才讲的 那两边的铁轨 我硬要选一个 二选一 那也是二选一 就是你选择什么都不做 医生可以什么都不做 你那个拉铁轨 那也是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 所以的确是有人 走什么都不做 我必须说 我们在班上做选择的时候 绝大部分的同学都觉得 应该牺牲一个救五个人 可是又有些人就说 我什么都不要做 我不想要负担这个责任 可是我要讲 没有这个选项 你什么都不做 就是撞死那五个 对 什么都不做的意思 就是撞死那五个 因为火车就会直直的开过去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基本上 他就讲说 我不要做那个判断 我不要做那个筷子手 对 exactly 就是说如果你 完全身为一个旁观者 你在一个超然的立场来看 应该是十一个总比十五个好 对 可是今天那一个人 就会变成是你亲手杀死的 对啊 但是那五个人 你只是什么都不做 我假装我没看到 我无能为力 其实我去拉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好像你自己的那个 道德压力就会 我跟你讲 还有道德压力 可以更轻的 那五个急就穷凶 这个是他的变形 就是调整 就是说你一定 问你这个问题 你的直觉 你的道德直觉 直觉一定跑在你的理论之前 我们人类就是最很有趣 你一定是 做了一个决定以后 才为自己的抉择 找理 对 一定会这样子 讲到这个就是那个monster 有没有 就是 等一下 是哪一个monster mon 我还pokemon 我觉得你怎么没有默契 我讲到monster 一定是讲这个 我是为了听众朋友 才发言 开玩笑 不然你没上两个monster 这就是你们阿宅的知识 不是一般人的常识 那你看他不是劈头 故事一开始 就是面临的这个 道德困境 他要去救 那个市长 还是要去救一个小孩 那市长 当然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 但是他后来选择了救那个小孩 结果就 这个是不是也是超感人 对不对 对啊 我不畏权势 我先救 看起来非常无辜 而且他还是那个什么 那时候还是东西德 还没统一的时代 没错 从东德逃到西德的 这个官员的小孩子 非常的无辜 然后他们是因为这个跑过来 然后可能是因为被东德的特务追杀 对不对 脑袋中了一枪 对 而且他就去救他 而且还不止哦 那个指定他去动那个高官的这一个重要人士的 还是他的未婚妻 对 而且这个未婚妻还是院长的女人 女人 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不只有道德困境 还有利益上的这个冲突 你要是不听你未婚妻的话 你可能你的婚事就要告吹 然后你未来在这个医院的前途也就没了 事实上这就是后来的剧情 后来剧情 你看看他就真的去救小孩 然后这就被冰冻起来了 救了小孩 结果这个小孩最后变成了一个monster 对啊 这个真的有很多的故事 有现在看韩剧也常常会有 你去救了一个人 就发现这个是穷凶恶极 对 就是你救那五个人 就五个都坏人 那个 那一个是好人 对 其实严格来讲 这就是电车问题的一个变体 变身 因为我们的直觉或者说我们这个这一般的在社会上这个生活一段时间以后 你通常会倾向于所谓的这个利益主义 或者说因为说我们直接把它量化 功效主义 对对对对 就直接说五跟一这样量化去比 所以你会只是觉得说 就是救那五个人 牺牲一个人 是最常见的选择 可是你就可以再把它变形 五个不够加成一百个 或者是说如果你是 或者是说那一个是你的亲人 那五个是一般路人 你会怎么样选择 那这个这个人如果是诺贝尔奖得主 那五个是个流浪汉 你为什么选择 这些有很多变形 有很多变形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你也不要去说它合理或不合理 为什么会有个诺贝尔奖得主 没事躺在那个点 对 这个就是说是要逼迫我们去思考 我们在做这些道德抉择的时候 我们是根据什么 然后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那这个问题在台湾 非常的广为人知 一方面就是因为哈佛大学的 那个桑德腾教授 写了一本正义一场思辨之旅 是卖台湾也卖得非常好 台湾应该很少有这种哲学书卖得这么好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成为台湾人也大部分都知道 都知道的一个 对啊 那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喜欢讨论 那前面聊到我们的课就是科学与伦理 其实叫就这种道德的起源 就大家有很多讨论 所以从这里我就可以知道 台湾人大部分都跟我太太一样 然后呢 他先生呢 就是因为怕被太太问到这问题 所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答案 然后看了之后发现完全没有 因为这种哲学书的目的是要让你去思考 让你去辨证 他不是要给你一个标准 简单的答案 所以买了书 看了书的男人就会讲了 to be or not to be the question 所以你就会说 那我们就要思考 一开始的版本是老婆跟妈妈掉进水里 那像一个变体的版本就是 五个老婆跟一个老婆 这个不得了了 这个变体讲到这边 你就已经死掉了 抱歉 我跟你讲 这已经不是变体了 是你即将变形了 我跟你讲 好啦 来来来来 今天大家聊这个电车问题 聊了兴高采烈 什么兴高采烈 我在那个生死关头里面 我躺你摆脏 所以最后你到底答了什么 我就跟你讲 我刚才不是讲 左手救一个 右手救一个 这个通常一般老婆 应该也不会接受 不会接受 这时候就讲完之后 就讲说我上厕所去 赶快尿顿 对 不过刚才讲到 这没有标准答案的 不过这边插播一下 就是我们理学院教这个 叫做科学伦理 然后工学院 他们教的是工程伦理 结果我发现 他们工学院教的方法不一样 他们教的时候 他不是从这种道德辩证开始 他们是披头说 我们来念我们的工程师守则 我的天啊 My God 干脆利落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没有办法成为一学期的课 第一节就念完了 所以他们应该后面 还是会有这些吧 没有 他们每节课都念 简直像在念弟子规一样子 他们只念工程师守则 然后后面就是一堆案例 讲说你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守则 会出现的状况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实际 就是说用实际在工程界 发生过的事情 不会去用这种虚构的 这个思考实验 要把你逼到道德的极限 所以我们在校内 这个交流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超有趣的 工学院的思考跟理学院 我们虽然讲讲讲理工理工 可是理学院跟工学院 还是有一些不同 这个思维模式 有根本上的 这个让我勾起 我一段记忆 就是之前在福岛 我们有看 我有去看一部电影 叫福岛五十勇士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那个311 那个大海啸的时候 然后那福岛不是 核电厂发生事故吗 那一群工程师在的里面 原来你讲的是这个福岛 我想说 为什么有50个勇士 需要接受心理福岛 不是不是不是 我讲的是311 那是一部电影 叫福岛三十 有有有 五十勇士 到底是三十还是五十 五十五十 跳楼大拍摆 福岛五十勇士 这个因为台湾也有演 有啦 有这一部我记得 这一部电影我看 还是跟陈时中 一起进去看的 那时候就是 他要宣传 在疫情期间 让大家进戏院 要开始 对对 一边防疫 一边正常生活 所以我去看 我去看这部 这部适应的时候 陈时中也有去 那我拉回来 就里面其实 科学家 跟那些工程师 也面对这问题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去关掉那些东西 那我自己会感染辐射线 我可能会完蛋 可是如果没有去关 全日本完蛋 所以那时候 他们也面对 这个两难 不过那个的话 跟自我牺牲 比较有关系 那个问题反而会单纯 就是因为你自己 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一般来说 这边就是跟 自我牺牲有关 跟你去决定 杀掉那一个命运 那个难度 我觉得不是一个层次 而且这个东西 就说你选择 保留自己的命 不要去关 可能人家社会 也不会太怪你 因为应该做这种选择的人 也会很多 那如果你选择 牺牲自己去救大家 当然大家就会把你 当这个 裂进这个中列子 可是要是美国 比如说 日本总理就说 你们两个 五十个人 给我去牺牲 那就真的就是 来来来 我拉回来就是 这一段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实 他们的故事 还是说 其实你知道吗 戏剧圈 通常都会讨厌政府 他里面就讲了 政府就是决定 要这么做 所以他们把它 关在里面 一个厂房 其实非常热 本来要浇水 可是这个一浇水 就会导致 里面有一些 那个核能的设备 会外泄出来 就引起更大的爆炸 所以他们决定 牺牲那五十个人 就不再弄了 对 后来他们里面 被逼的说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倒不如 我牺牲我自己 去救全国的人民 所以里面 我演了一个 可歌可泣的 这一个桥段 在这里面 的确就是 你刚才提到的 政府端就开始 无恶不做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其实政府 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功能 就是让这些人 陷入那样子的情境里面 对 没错 那我其实 在想这些问题 你说你 这辈子不会遇到 可是你有时候 在决策的时候 真的你有这个事情 又事关众多人的时候 你难免就会遇到 不过我想这个 对于工程师来讲 他说这个电车问题 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说 这件事情 不是工程师的责任 会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不属于 本客人要讲的事情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像我们常常会有 所谓的环评的问题 这个属不属于在 这个里面 这个当然也是有 伦理问题在里面 对 总之就是 你要牺牲某些的时候 对 那就会扯到问题 他愿意自我牺牲 那是他自己的道德抉择 但是你帮他做决定 他人可不可以决定 别人的命运 这完全就是 这是不同的问题了 对 好 来来来 我们基本上 要把今天的往下延续 所以在一般的判定上面 最容易评断的就是用人数 对不对 数量 数量 五个人 姑且不论刚才有什么 诺贝尔奖干嘛去躺 鬼道这种荒谬的事情 这个就是属于 这些人都是没有identity的 对 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五个人 他们就是只是数字而已 对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更单纯 一边是人 一边是狗 一个小狗 这个东西 其实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可能会意想不到的 他现在其实是被放在那个自动驾驶里面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他没有什么道德困境 他就说你这个自动驾驶 这时候一定要选把狗压过去 对不对 你总不能让他去压人吧 我觉得很难说 如果那个人是基诺里维 他就救狗了 我告诉你 而且他救狗救了四次 我可以讲 而且他救完狗之后 还把旁边那五个人全部打爆 全部都挂掉了 不只救狗还要打爆旁边 开玩笑 我最新一集有看 他但是走那个圣心院 那个圣心教堂 那199个就死了不知道多少人了 就为了救狗 所以在基路里维的分类里头 这个人是不用想的 这个完全没有道德困境的问题 没有他完全没有这个 好了我们好不容易要进主题 这个球球又把它坏掉 所以这个人跟狗的选择 人跟动物 就生命到底是不是平等的 对所以刚才讲的AI训练 就是遵循我们一般大众 可能会遵循的道德基准 姑且不论基路里维 基路里维的尝试 不是一般人的尝试 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 你在紧急的状态下面 你牺牲狗去救人 对但是这个给人做测验 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这个也不是那么的绝对 其实在过去的研究里头 就发现有百分 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选救人 然后把狗牺牲掉 可是相对来讲 就是有百分之十的人 基路里维 他们是宁可救狗不救人的 所以基本上基路里维演的都真的 好像也不是那么罕见 百分之十 只是基路里维还会顺便把 对面鬼大的那个人干掉 他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最恶感 反正也不见为情 我们不要再讲基路里维 好所以就一般的想象 会把狗看得比人更重要的 除了基路以为的话 都是就是特定的族群 就是会有这种 非常激进的动物保护人士 有种直觉 对对对 他这个研究就还有针对 不同的这个群体去做 这一类的研究 看一下你这个不同群体的人 对这样子的问题的反应是什么 对啊 然后也许大家都会想说 我选狗不选人的 可能就比如说是 愤世忌俗的 就是人类啊 是地球上面的毒瘤寄生虫 这个我看过 这个流派东方不败 这个机动武斗战的主角 还有啊 那个动不动就把人炸卫星给 对对对 那个人工殖民殖民地 对对对 炸下来的下哑 这个人类只是地球的寄生虫 要让地球休息一下 把人都杀掉 就是即使旁边没有狗 也要把人被杀掉 这些人都心里有毛病 你以为会是这种人吗 对 一般常识会 就是说在这个最近有个研究 的确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是 一般来讲是9比1的比例 就这个研究在这个群体里头 有超过40%的人 选择了旧小狗 把旁边那个人压死 没关系 比例这么高的 已经接近一半了 不是那种什么动物保护团体 极端分子 也不是那个 生命绝对平等主义 人跟狗的生命是一样重要 众生在我佛面前是 平律平等 这时候就要赶快又要说了 本频道非婆教频道 不是这样的组织 答案揭晓了 是小孩子 六岁到九岁的小孩 这个就有趣了 就是我们人人都是 小时候都是基督立为的概念 真的是 所以基督立为保有同 这个同子之心 这个也 就是这个是波兰的一个 名字很长的大语 你也太偷懒了 来来我试着念一下 Silencia in Katowice 而且又是 如果用波兰的发音 不知道这样念 你也可能不错 基本上我认为 施老师一定完全念错 我们念后面 可能大家不要听得懂 那后面就是说 他的合作的学者 还有英国的爱丁堡大学 跟美国的哈佛大学 这个大家都听过了 对对对 他们在波兰 用波兰的小孩子 就征求了这个 本来一开始 征求了200位 后来有一些就是 他们征求进来 会先做一些测验 不适合的去掉之后 剩下170个小朋友 6到9岁 然后就给他们 这个电车难题 而且这个 做的时候蛮特别的 他这个场景 是用乐高积木去做的 就铺了这个铁轨 然后一边就摆了一堆人 另外一边就一直小狂 这个目的可能是 怕他们留下心灵创伤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这个小狗如果太过可爱 或不可爱 可能会影响 就让他抽象一点 我觉得基本上是 这个大学很讨厌乐高机 然后呢 就是反正就是这样的情境 就叙述这个 然后就就是 一个人一只狗这样子 然后这个火车要开过去了 然后你可以去转动那个轨道 那不过他用的 就应该不是说 你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你去推那个 应该反正就只是 二选一 请问你要选救人 还是选救小孩 所以一般大人 大概有九成会选择救人 但是小朋友似乎基本上 就已经是一半一半 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是42%的小朋友 会选救小狗 好 那我们加码 两只狗咧 对对对 这个狗啊 一加到两只 立刻猪羊变胜 就有六成的小朋友 会去救两只狗 就放弃救一个人 有趣吧 这个大人 你看他就算是两只狗 不要说两只狗 生三只狗 你还还是毫不犹豫的去拧拧过去 这个你有想到 这个也 科学家有想到 他们是一路加码到 一个人兑五十只狗 哇 对不起 我想到一只路车 撞飞五十只狗的场面 这个真的是太壮观了 然后也有相对的 也有一只狗兑五十个人 照小孩子的逻辑 这可以加到101只 每次都101 其实有狗 所以当你那个小狗加到五十只 可想而知 这个对小朋友我来讲 一定是压倒性的选择救狗 有高达四分之三的小朋友 要救那五十只狗 那这个就要看看 那对大人来讲 像啾啾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会选择 我还是救人 你还是救人 正常嘛 正常一般来说 我们通常认为人的价值 因为人的价值 我都会估计的比动物高 这个 在这个研究里头 又找大人来做对照组 我们刚刚讲说 有九成的人 在一比一的时候 是选择救人嘛 那就拉到五十只小狗的时候 其实这些大人 就陷入了天人交代 真的啊 那因为他是可以回答 就是说我无法做出决定 那他在这一题 一个人对五十只小狗的时候 就是救人的跟救小狗的 跟无法决定的 差不多就是一比一比一 因为 哇 五十只小狗 讲一句讲 他简直好像堆成一座小山 放在那边 我都怀疑是 那个火车比较有危险 对 可能是火车有危险 也许有人是考虑到这一点 火车上更多的人 那为了避免火车翻车死 我觉得你就跟我刚才在讲的 就是在帮自己找理由 找借口 爱慰自己 另外一面的夸张就是 如果是十个人对一只小狗 对 还是会有小朋友去选 就是小狗 就是这个就是 小狗至上主义者 这个长大之后变基诺理 还可以甚至还推到一个人 五十个人对一只小狗 这些人是不为所动的 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小朋友 他永远就是选旧小狗 基本上太可怕了 一只小狗就是 就是等于你那个 增加到十个人的时候 已经饱和了 那十五个 十五percent的小朋友 就是铁票 你给我再多的人 我都不会换 一下子世界上多了十五个基诺理 十五趴不是十五个 十五个 十五趴的基诺理 我严重的怀疑 这样的小朋友长大以后 会跟天空之城流的反派一样 看到人就像垃圾一样 五十个人被撞飞 看得很开心 天哪 基本上 我昨天发现 我们不要再谈戏剧了 这戒下去不得了 他也不要觉得太担心 说以后这个世界上 就充满了激怒理 我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有一个更大咖的 他就讲 整个宇宙未来都会变成 人类抢资源 抢食物 抢的乱七八糟 互相踩 他死了好多人 我决定了 我要当那个筷子手 我就找了六颗宝石 放在一个手套上面 弹一下 这个基本上就是属于夏雅 跟东方不败那一派的 他讲 没关系 我们就让几率来决定 一半的人谁会活着 那你就祷告了 因为他自己有可能也会死 好了 大家知道我在调整 那也是一个两难 对不对 对他来讲 一点也没有两难 他从一出道 就已经下定 这个决心了 反而是那些superhero 在过程中 应该有一些人 会被他的说法打动 的确有被打动 有动摇过 好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就是大家长大了之后 会转换 就会转换 所以就科学的眼光来讲 你做这个研究 我们可能要猜想一些原因 对 对对 那这个其实 当然他们有做一些推论 那还包括之前的研究 在2018年 也有一个研究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研究 也蛮有趣的 就是做了好像二十几个不同的 这个角色的卡片 就是有妈妈 然后我的好朋友 有小猫小狗 什么海豚 警察 生病的老人 就这样子很多 然后呢 就请小朋友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从四岁到十岁 然后呢 就请小朋友打分数 就这些卡片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同心圆 有三圈 那小朋友就坐在中间 然后就是把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 放在最那一圈 然后就中间 还有最外圈 最外圈当然就是 你对他最不重视的 好那不意外的 在所有年龄里面 妈妈都是第一名 妈妈这种生物 是无敌的 不得了 掉到水里一定要救的 那个是小孩子 宇宙的中心 对啊 然后你看 对于小朋友 像四岁的 他第一名是妈妈 第二名 大家猜是什么 第二名是海豚 这个应该是 国外同书造成的印象吧 有可能 我也有点意外 我本来想说 小猫小狗 应该是 比较前面 就是海豚排第二名 回想我小时候 小时候海豚干我屁事 而且小时候 四岁的时候 搞不好还不知道 世界上有海豚这种东西 对我来说 我四岁的时候 我知道的是豚鼠 就是天猪鼠 原来你从小时候 就有氧 对 好 但是因为小时候 看太空飞速吗 这个可能是文化差异的关系吧 那第三名是 我最好的朋友 然后第四名跟第五名 就是小猫小狗 可是它是相当 你看前五名里面 只有两名是人类 而且妈妈那个 基本上我觉得 根本不应该把妈妈放进来 因为那个是 做都不用做就知道了 知道结果了 然后有趣的是 爸爸没有放进来 大概是怕这个结果出来 让爸爸太伤 我们早就知道了 爸爸是这个家庭当中 是最不重要的 好在好在没有放进来 我呢 看到爸爸被排到后面 这是太好笑了 不不不 基本上 爸爸的角色 就只能去买 那个哈佛大学的 教授的书来看 安慰一下自己 好 但是这个现象 就是随着 这个年龄慢慢长大 这个动物类 非人类的 就会开始往后 其实仔细想想看 不意外嘛 到底是谁教你捡垃圾的 是乔虎 还有这个Kitty猫 对啊 教你刷眼 不是你捡垃圾的是 Kitty 小五是叫你去蹲垃圾 还有刷眼 我会自己便便 所以因为大家小时候 看到的这些什么儿童节目啊 或者图画书啊 很多都是动物拟人化后的 这样子的角色 因为为什么都要动物拟人化 通通用人类有什么不行 我常常觉得 这个是不是大人的偏见 就是大人 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要说服大人 这些东西很可爱 所以为了说服大人 就把这些动物女人化 结果导致小朋友 就接触到的这些东西 这个我完全认同 这是大人很弱智的一种表现 基本上跟小朋友讲话 我告诉你啊 要怎样啊 突然间就变白色 这个还弱智 不过这也是我跟我太太有时候讲话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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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你太太讲话是 啾啾啾啾啾 这次变成你动物化 不是你的话 是不是觉得说 如果都是用人类这个造型太过单调吗 我觉得可能是要讨好小朋友 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就比较讨好小朋友 我把人化得很可爱 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有讲过吗 对小孩子而言 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 大人其实印象是很模糊的 那我今天如果画大人 其实对小孩子来讲 对他是很遥远的 可是对东西 可是我跟你讲 海豚对于小孩来讲不是更遥远 可是小孩子刚才不是讲吗 有没有 他认同度会比较高啊 没有 我说这是寄生蛋或诞生机的问题 就是说你整天给他看这些东西 他当然就觉得 我懂你意思了 猫狗也很亲近 然后对他来讲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生命 会讲话还会跟你玩 还会教你大便 教你剪那生 如果就我的猜测来讲 可能只是特征化明显 对 因为人你在怎么样子把他做可爱 可能每个都把他差不多 对啊 所以要增加这个多样性 可能也就是说 哇给他各种不同的动物啊 也是可以让他认识多一点 这个世界上的动物 而且你用动物来 我说这是大人的想法 对对对 你要让小朋友认得这些是不同的角色 然后你就用动物来拟人 可能是最方便的 不然你要用外星人吗 你都要回顾我们前的 用章鱼跟鱼卡吗 这个我完全可以认同 因为小孩子在辨别这个 需要一个比较特征明显的 不然小孩子怎么可以辨别的出来 我推的孩子 到底跟那女主角 到底跟其他女主角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好 这个也许他是 的确在小朋友发展的过程 是有一些好处的 不过结果就是造成了 在价值观上 对小朋友来讲 人类跟小动物 是一样重要的 因为他 他接触到的世界 除了爸爸妈妈 然后跟我很好的朋友之外 他也很喜欢这些 你人化后的动物 对啊 根据佛教的观点 众生平等 阿弥陀佛 这不是坏事 本频道不是 本频道不是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家小朋友以前 常常小时候会看那个图鉴 图书都会介绍恐龙 以前还有一部那个童书 叫做你看起来好好吃 他就觉得恐龙好伟大 自己本来要吃肉的 都变得这样不吃了 对不对 他会觉得这样子 直到有一天 我们带他去看那个 侏罗纪公园 一戏崩溃 请问你一定要这样子 让你的小孩留下心灵瘾 谁知道啊 想说喜欢恐龙 带他去看恐龙 谁知道就造成这种现象 所以本来他在去之前 也是认为恐龙很可爱 对啊 还会去那个博物馆 有没有 在土地银行 有没有 在新公园前面 不是有个恐龙馆吗 对对对 去挖化石 对 恐龙从他的朋友圈 本来从靠内侧的 一下子就往外侧了 突然就变成梦魇了 这是爸爸的阴谋 这个爸爸说 我的排名 这样我的排名 就可以提升了 因为恐龙本来在我前面 就变成在我后面 好 所以这个 就是这个研究 那他们还做了 这个 以后还会再做 比如说在不同国家里面 这样子的价值观 比如说不同的宗教 你看像我们刚刚就讲 对佛教来讲 众生与利平等 但对基督教来讲 是人是最重要 没错 所有什么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水里游的 他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当做人的事 服务人 对 所以比如说在这 没那么直接说 好像有 我看到他那个 有啦 他有讲说 这个都是好便宜 因为圣经也有好几个版本 也许是比较 比如说旧约那种 大家都说旧约还蛮烈奇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或者不同的 民俗文化宗教 可能都会影响 这个抉择的判断 好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以后 要小心 尤其 你不要给你小朋友 一直看基努李维的电影 就是小朋友变成基努李维 也挺麻烦的 好啦 不用担心啦 小朋友不会真的掌管 其实我们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 其实到了十岁之后 他大概就是 会把人的重量 其实那个分量就加重 对嘛 因为人跟人的接触 开始频繁 其实我们真的要担心的问题 应该就是刚才聊到的 如果你在训练人工智慧 AI开车的时候 到底要做怎么样的抉择 这个其实应该是考量的 一个要素 你给他一只人跟一只狗 这个是我们训练AI的时候 是要他一定要去撞那只狗 但是如果你正把原版的 这种道德困境放出来 一个人对50只狗 我看成人都会疯掉 对啊 连人都开始犹豫了 好 我们回去就赶快问一下 GN G ChatG 问他该会怎样 他一定跟你打太极拳的 我跟你保证 对啊 因为他只会讲干话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是的 那我们也是感谢 这个国客会对我们的支持 是 那也欢迎大家来订阅 我们的YouTube频道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热学科学家的 长话短说 另外一个就是量子力学专门频道 也不是佛教频道的量子熊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